这个女孩好像发生了变异 她仔细一摸后背 居然长出了一条二十来米的大尾巴 这可把她吓坏了 她赶紧用剪刀去剪 但尾巴比钢筋还要硬数倍 女孩根本剪不动 没办法 女孩赶紧去超市 买沙毒药膏 结果回家一涂 尾巴非但没有消灭掉 还自己动了起来 好像要说话 更恐怖的是 随着尾巴一天天的长大 女孩好像有了超能力 只要有人欺负她 这个人就会倒大煤 一个小黑妹偏偏不信 还故意撞到了她 好了没过一秒 她就被狠狠地摔到了地上 手都被擦破了 但黑妹不知悔改 还忌恳起了女孩 担着学校的篮球课 故意用篮球砸女孩 更可恶的是 她还叫所有的同学都欺负她 懦弱的女孩根本不敢反抗 这时闺蜜跑了过来 本以为会救自己 结果闺蜜为了自保 也狠狠地用篮球砸了女孩 然而她的报应也很快就来了 女孩恶狠狠地一顿闺蜜 闺蜜的鼻子就开始不停地流鼻血 女孩非常诧异 但她并没有意识到尾巴的能力 还特别害怕别人以为自己是怪物 直到这天 一个男孩找到了她 说自己特别喜欢女孩 想要邀请她去自己的舞会上玩 天真的女孩答应了她 但她做梦也不会想到 这是一场骗局 女孩刚进舞会 就被她的同学和闺蜜编排 女孩一生气 同学就开始拼命地咳嗽 画面恐怖极了 最后女孩就把男孩带到了一处野外 就在他们准备游戏的时候 男孩就开始流血 死了 女孩害怕极了 就在这时 闺蜜给男孩打来了电话 女孩这才明白一切 原来是闺蜜指使男孩来欺骗她的感情 而尾巴意识到了这一切 惩罚了坏人 所以无论遇到什么困难 请一定要告诉父母 因为父母是最爱你的人 你绝对没见过这么可恶的蜜蜂 别人都在疯狂地采密工作 她却在家里偷吃成果 一把一口地嚼得嘎嘣脆 被组长发现后 她慌张得连敬礼都不会 左右手弄得满脸都是蜂蜜 更可气的是 她连蜂巢也不会做 但今天 组长要求她必须学会铸造蜂巢 否则就惩罚她 于是她赶紧将蜂蜜拉扯成球 却被蜂蜜死死地粘住 怎么都摆脱不了 又好不容易丢了出去 还一把丢到了小组长的脸上 这下惨了 她赶紧去帮组长把蜂蜜弄开 可就是越图越乱 看着她蠢笨的样子 小组长赶紧将她走开 于是抓了一把花粉 又拍了拍手 很快就把蜂蜜弄干净了 哦 原来可以这样啊 于是小蜜蜂也学着组长的样子 可蜂蜜是不粘在身上了 就是怎么都铸造不成形状 于是她又找来了木棍 架构了个形状 没想到还是不行 于是她怒了 她想将木棍上的蜂蜜 泄愤地丢出去 可看着队员的辛苦劳当成果 她又不忍心破坏 万万没想到 经过自己翅膀的扇动 居然凝固了蜂蜜 很快的就做好了一个模型 她高兴地把它的成果 告诉自己的组长 可组长却一点不高兴 因为她的偷懒 工作已经剩下的太多 她叫小蜜蜂赶紧把后面的空洞填满 赶上大家的进度 可小蜜蜂却误以为 组长要她把根本没人能填满的大门给填上 这下好了 小蜜蜂开始批命地工作 直到累的瘫倒在地 意外的是 她真的成功了 她制作了一个从没有人能制作出来的 巨大模型 所以请不要摆烂 你只管努力 剩下的交给天意 说不定惊喜就在下一秒 你见过比魔镜还厉害的镜子吗 一个800斤的胖子 钻进去后 就立马变成了80斤的美女 这样的镜子你想要吗 就在刚刚 胖女孩想要买个让自己变性感的镜子 可挑选了很多个都不满意 直到她发现了这个魔镜 女孩满意极了 她做梦都想有这样的身材 于是她买回家里 每天偷偷地照镜子 欣赏自己 可突然 她就被什么东西拉到了镜子里 结果钻出来一看 自己居然变成了80斤的美女 那简直性感极了 于是她又把自己的衣服 也扔进了镜子里 没想到 全变成了自己想要的样子 她做梦也不会想到 这镜子居然能心想事成 女孩开心极了 当她看到自己和男友的照片后 就毫不犹豫地扔进了镜子里 但这下可糟了 变帅后的男友 根本经不住外界的诱惑 没几天就带回了一个 金发闭眼的美女 还要和她分手 女孩懵了 这不是自己想要的 曾经自己并不美丽 但男友的眼里直露自己 她不明白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于是她怒了 她要把男友重新扔回镜子里 让她变得奇仇无比 可男友怎么能让她得逞 但愤怒的女人 力气要比以往增加数倍 于是她一拳就打晕了男友 立马把她丢进了镜子里 这还没完 女人又把美女也丢了进去 很快男人就变成了原来的模样 女人开心极了 可男友却想让女人也恢复 曾经胖胖的她 单纹的家庭 女人走向了镜子 所以你想得到的 未必是最好的 一个女人拥有有趣的灵魂 和善良的内心 远比美丽的外表 更为重要 如果你有能快进的超能力 所以想做什么呢 这个男人只是打了个喷嚏 结果空白的档案上就写满了 怎样能赚一个亿的办法 开始的时候 男人还有点不相信 为了求证 男人多拿了几份档案 结果一大喷嚏 手里的档案全部写满了信息 难道真的想要啥来啥 为了更加确定 男人又拿来了苹果 和一个十米的笔 心里想着要吃光苹果 和用完这支笔 结果她一个喷嚏 苹果就真的被吃没了 铅笔也只剩下了一毫米 哇哦 是真的可以实现 男人简直乐开了花 不仅放上了音乐 她还拿来了一盆树苗 想把它变成大树 结果一个喷嚏 就实现了 这也太开心了 她又来到了打印机前 一个喷嚏 就把一年的工作都做完了 这下可以度假了 但她又不满足了 贪婪的想把退休的工作也做完了 可这次却出了意外 由于过度的消耗 男人的一个喷嚏 却啥也没实现 还把她送到了八十岁 就连呼吸都变得十分困难 男人害怕极了 她想去求救 可她根本走不动 只能一点一点的爬 得到的越多 自然失去的也就越多 就在男人马上要抓到门把手时 突然一个喷嚏 男人直接就倒在了地上 如果你也有这种超能力 会怎么使用呢 这个沙娃娃 爱上了千里之外的雪娃娃 可他们中间却隔着一片 几万米宽的大海 为了能相爱 沙娃娃做出了个大胆的决定 她要跨越大海 你觉得她能成功吗 这个孤独的沙娃娃 已经被困在这里五千年了 这天在玩耍时 却捡到了一个漂流瓶 打开一看 居然是一堆雪 可这里怎么可能有雪 她觉得对面一定有朋友 于是她就把沙子装进了瓶子里 也投进了大海 结果七夕四十九天后 漂流瓶居然真的回来了 里面还装了一棵小松树 沙娃娃乐坏了 已经有五千年没有人和自己交流了 她立马把松树带到了自己的头上 又为了投桃报李 将一捆82年的新鲜海带 装进了瓶子里 几天后 对面的雪娃娃收到了礼物 也高兴的把海带装饰到了自己的头上 她也高兴坏了 原来对面有人 于是她又把几个果子送给了沙娃娃 沙娃娃居然用它们装饰成了眼睛 太神奇了 沙娃娃一下就好像有了灵魂 于是她也把一些贝壳送给了雪娃娃 雪娃娃也不约而同的装饰了自己 看起来很美的样子 就这样你浓我浓 过了整整一百年 两个人终于相爱了 他们也开始越来越思念对方 于是沙娃娃有了个重大的决定 她给雪娃娃写了一封信 他们决定要在日出时在海底见面 那该有多美好 双香奔赴的爱情本来会是个美好的结局 但对于她们却是致命的危险 因为她们遇睡计划 但为了爱情 两个人决定义无反顾 她们走进了海里 与其孤独一生 不如拼命一搏 这就是爱情的力量 这个妈妈太坏了 为了让女儿吃青菜 她每天都要给女儿煮胡萝卜 可到了晚上她就开始吃大餐 还明清明曰对女儿好 可女儿都烦透了 因为她最爱吃肉 你绝对没见过这么爱控制女儿的妈妈 女儿正在玩积木 妈妈却觉得那是在浪费时间 于是就为她拿来了一盘棋 女儿刚想看电视 却被妈妈发现 还立马阻止她 因为妈妈觉得 看电视会伤害到女儿的眼睛 所以坚决不允许她看 哪怕是一小会儿 她给她拿来了一把小提琴来练习 小女孩真想立马原地成河 更可恶的是 妈妈最喜欢为小女孩做早餐 而且每天亘古不变的是 西兰花和胡萝卜连只大虾都没有 为了让女儿觉得好吃 妈妈还要亲自吃给她看 此时女儿的表情就像你表情爆垒的第五个表情 而只有女孩晚上睡觉后 妈妈才不控制她 但妈妈却有个更大的秘密 只见她轻轻关上灯 在暗开书架上的第六本书 最后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墙上居然出现了一个门 妈妈小心翼翼地钻了进去 外面没想到 那居然是另一个事件 白天温柔的妈妈 此时瞬间变成了爱吃零食和爱看电视 无限happy的自己 那你喜欢这样的妈妈吗